你可以开始讲 你给我讲一下 就是我主要需要知道 哪些模型 他们雇的 inwater direction 比如说 如果你下次 能够放一些图片 就是说告诉我 OK 就像上次 我们做那个 就是Cloud 和那个 Germany 和那个 OK 这大概是口述吧 这Cloud 就是那个 Anthotropic 那个team 那个咱们上次 那个做过对吧 咱们上次做过 这个slide 里面就有这个 对 但是它后来 有版本更新 然后变强了 变强了 但是他们主打的 就是安全 就是他们 他们的幻觉 会比较小 然后就是非常safe 对非常safe 然后我一般 写文章会用它 因为它 不会扯 两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它 我一般让它干嘛 它也干嘛 比如让它总结conclusion 或者让它 总结一个keypoint 或者写review用它 这就很好用 一般我是写那个keypoint 写完之后 我让它去文章园 找那个point 然后把它sumbre 他做这个很好 比如说GPT4 会扯一些 我不想让它扯的东西 这个就非常 执行员 instruction 伪造的questioning 然后伪造的do something out 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很safe 然后也不会 它不会生成 更奇怪的那种 攻击性的东西 反正它们就是 主打的就是safe 这个能做video吗 这个做不了 它们只能inputpdf 它能生成一个poser 里面的font是conclusion 不能 它们输出只有文字 它们也连图片也生成不了 我跟它下回 它们改这个slide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这个output 和input加上的时候 你接着讲 然后对 然后各种 它们 你看各种evaluation里面 主要还是什么 这个我都记得 你上回跟我讲过 这个什么soni的 和outputs 对对对 soni是 中间那一版 然后outputs 是大的 更大的 然后 visiontask 这也是vision reasoning 啥的各种的 然后 就没啥了 gpd4o是一个小模型 然后 但是我感觉挺拉的 好像我现在还是用gpd4 gpd4o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用 然后说是比chap chap gpd好一点 但我觉得 严格的东西 还是要gpd4 gpd4好的一点是 它在解决一些 你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它发散思维 它就比较牛逼 比如说 我想证两个 就是如何使用一个serum 在另一个case下 应该怎么用 我可以问他 然后他一般给的都比较好 就是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他会做的比较好 比考量比较好 对 比如说 我大概知道 这个technic 有可能能用在这个case下 但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问他 有时候还真的问到答案 就比较牛逼 OK 你接着讲 然后这个是那个case的 那个Masker那些team 然后反正就也还不错 比较厉害一点是 他们可能就做了几个月就做出来了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成立半年吧 半年就已经达到了gpd4 什么cloud3的3 他们的水平 所以就很牛逼 这也是必源的 这个开源了那个什么 开源了一部分东西 忘了开源了什么 它反正比gpd4好一点 它开源了一部分东西 然后这是那个xdn 然后他们也在招人 他们招的挺 法挺可靠型的 然后gmite这个就是google的 然后它反正就很强 就各种强 它应该是做那个动模态最强的 input支持 所有input 声音视频图片文本 就所有的输入都支持 输出也是所有都支持 这三个 这三个现在每个月都要去月费吗 这个gmite是每个月20刀 那剩下两个也是每个月20刀是吧 就是全部都是每个月20刀 gmite好的一点是 gmite牛逼一点 是gmite用在谷歌的各种服务市场里 你的谷歌搜索 现在不是跳出来 第一个地方都是gmite的回答吗 我不知道 那可能我才没更新 然后 然后它的那个各种 那写论文的话 写论文的话还是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好是吧 就是那个 那它这个啥是啥问吗 对就是你比如你要生成一段小视频 你要生成一段小文字 小音 小音 然后比如你要说一段话给它 然后就是它比较智能吧 就是它你可以任何形式输进去 然后形式输出来 那这三个模型里面哪个写水又是最方便的 那还是cloud 写水battle吧 也是cloud ok ok 你就说 意味着就是它 你感觉cloud就是最严谨 所以它说的话最professional 你觉得它是从硬件上 它的架构上加了一些引入了 保证了它的那个严谨 还是说它在data上保证了它的引入 我觉得data吧 这可能从data上做 就是它做了更强的data cleaning 然后加了更多的regularization 它说现在有这么多公司都在做模型 它们模型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data有的时候用的不一样 所以它们怎么去什么样 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clean data 我就收集一下 为什么不同的公司会收集出来不一样承诺data ok 谷歌的话它最暴力 它直接是整个苏联网全部搜索文字 所以谷歌的模型的安全性最差 它们不是之前生成了黑脸马斯克 还有什么黑脸的小渣 就是因为它们强制手动调了安全系数 就是说你一定要生成给力的一定的黑人 对它这可能有点问题 然后cloud3 它们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它们从super alignment 就出来一直做这个 我具体不知道它们怎么做 感觉还是一些regularization和data cleaning 然后 那公司领导为什么会相信 就是应该砸很多钱去洗data 不砸很多人力 叫很多pgd 有pgd学位的人 找很多citation 几千上万的人去洗data 那么它领导为什么会让大家干这事 它那个洗data也不 它有好几种洗data 一种是说最最就是那种 那种搬砖式洗data 就是直接对文本看 还有一种是说 我筛选dataset 或者data数据sauce 就是我可能有上万个sauce 但是每个sauce 可能也是都是几billion的token 或者是去筛选哪些sauce是能用的 可能用一些benchmark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那个 还有一个我知道他们在做 就是mixrub expert 然后你怎么 他们就是想说 你比如说一个大模型里面 有八个小模型 你怎么去归类哪个expert 执行哪一个sauce 就是focus on哪个sauces 那些 GPT他们团队也是有 超级大的那个data cleaning团队 就是有那个做 ILHF Respreen for the learning feedback 然后拉马 现在应该已经巨牛逼了 它的这个405B 好像感觉已经跟GPT4差不多了 可能GPT4就是这个side 然后这个能力 已经被他们做出来 那为什么OpenAI 还没有release新的呢 马上GPT5马上发布 那么在啥时候发布 之前说是今年年底 现在不知道 可能要推到明年 要隔了可能就是 他们之前说的是 应该是12月份吧 那感觉拉马是进化的非常快 对 拉马 拉马最牛逼是 它生态很好 就是一堆人在上面 做各种东西 然后导致它的code 也是特别clean 然后它的各种support都很好 包括你后面那个拉马 就是直接是基于拉马的 就现在各种动模态 都是在拉马上 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很多手上 有很好的Vision模型 但是它们没有 很好的语言模型 现在都往拉马上迁移 就是它们只需要做一个adapter 一个adapter做什么呢 就是我把我的representation 表征和拉马的语意 表征对齐就行 就是类似 我从这个表征mapping 到另一个表征space 再把它mapping回来 就是类似一个 1 to 1 mapping 我只要把这个东西 做好之后 那我的Vision模型 就直接获得了读写能力 然后这就是拉马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它现在 这我和那个东西的 这个类似东西 OK 是的 然后这东西 这东西其实 就是说我把现在有 好的大的Vision模型 和Language模型 中间加一层 加可能加个 加一个transformer 就加一层类 然后把两边mapping起 所以这个文章 是把一个Vision的模型 和一个Language模型 对齐了 对齐了 对主要是对齐 对齐之后 它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image和 你可以把那个 做cross attention 你把你的text 输进去 变成cross attention cross到另一边 就是Vision那个模型 然后你要Vision output 看完图片之后 的那个最后结果 再把它发回给Language 然后让Language输出 就本来是正常 你从Language进 Language出 没了 现在是从Language 到中间某层抽出来 然后抽给那个Vision模型 然后再把它返回来 然后在最后再输出结果 这样的话 它就等于中间 看了一下那个图片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benchmark 就不说 然后这是那个segment anything 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我只是看新闻说 据说很厉害 那现在最好的Vision 就是成本模型 或者Vision成本模型 是大概是哪些model 我感觉还没有出来 像这个Language一样 fundamental的东西 例如说他们做了一个 Vision large model 那据说好像也不太行 还没有说 就是还是一个 我感觉是 现在Vision model 还是每一个抖命 自成一家 没有说一个任务 可以解决 segmentation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还有什么editing 还有这个understanding 全都能解决 还没有 还都是各式各的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混合的方向 就是LargeVision model 有一种可能他们就说 本来就是每一个Vision model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模型 然后都把它接到大的语言模型上 变成一个小的submodel 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能做一个完整的 就是一个能用 I don't do everything的模型 没有 它只是只有最多的Vision 某种意义上 它还是领先于别人 没了吧 Vision 还有一大块是那个Defusion生成的 ok 然后那一块的话 就那些小公司了 我有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下一代模型 应该改这个架构吗 还是应该 我们主要堆数据 或者堆算力就可以了 或者现在大家主要是怎么认为的 需要到了一个改模型的地步 感觉上 就是是两拨人 一拨认为 就是数据和算力为王 然后 这拨是主力 包括底下的投资的人 然后不懂技术的人 认为这个是主力 然后还有一拨 比较小一拨人是在做那个架构 然后这个架构好多 就是这个你改架构 可以改东西太多了 你可以改那个优化算法 你可以改你的模型架构 你可以改 包括你还有一 还有好多人是做那个post training的 就是我现在训练好之后 然后我再加速 Inference 然后Adaptive 所以就能做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有人从那个信息论角度来讲 你如果想处理 处理超级多的数据 超长的文本 然后或者超大的视频 你本身就需要那么多开销 因为人在处理的时候 人也需要很大的开销 所以你还是需要那个 PERS的那个attention的那个matrix 就是你还是要 要有那个大的东西 你比如说现在RN 不是都压缩成一个hidden state 意味的hidden state 那本质上就是是不现实的 或者说你那个是就是 或者那个叫什么 你比如你给一个问题 我可能我可以那么搞 就你问了什么东西 然后去搜索 然后巴拉巴拉 变成一个小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不知道 你要问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你要对整个video进行处理 understanding的话 你就是要做很复杂的 我觉得你这个非常优秀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你 你唯一可能需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LAMA 因为其他全都是B原的 这个是开源的 然后你就到那个LAMA的那个网站上 然后把他那个 IntroDarkson大概扫一遍 你基本上就能干掉 80% 90%多问题 他们应该总结能力很强 应该在四个小时内 可以总结出来 OK 我去把这个视频研究一下 先这样 拜拜